第八百一十一集 远方 因为年轻人从车内出来 有些瘦弱 给人的感觉很阴沉 神情也很跋扈 走路的时候啊 昂着头 仿佛没有将任何人放在眼里似的 走路的时候 还不忘记做着面部表情 嘴唇上翘 消气惊愣道 歪嘴龙王 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 小说中的歪嘴龙王 那是很可怕的存在 拥有着绝对的诠释跟能力 是他看这么长时间小说 做梦都想存在的人呢 李先生看到孙子这般表情 拄着拐棍走到面前 啪啪 两个巴掌直接抽上去 给我正经点 你现在面对的是青山好运场 李先生这两巴掌 直接给李旭抽懵了 对爷爷很敬畏 立马换了副表情 看得消气遗憾得很啊 歪嘴龙王的歪嘴没了 令孙患的是什么精神病啊 郝院长问道 目光却看向远方 后面的一辆车 又下来数位陌生人 看模样不像是李先生这边的人 倒像是夫妇 而且表情很伤心 仿佛遭遇某些事情 对精神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似的 李先生说道 还没鉴定 所以希望郝院长能够亲自帮忙鉴定一下 那边什么情况啊 郝院长询问着 小姐 带他们过来 是 院长 李先生道 郝院长 这些事情就没必要询问了 他们跟我孙子之间有些问题 越是这样 郝院长就越感觉这里肯定有事情了 否则是不会这样的 不管情况如何 他都要弄清楚 林凡跟老张蹲在那里 寻找着蚂蚁 很久后 才有一只蚂蚁悄悄地从他们身边路过 然后就被他们抓起来 中而复始地在原地打转 林凡道 那家伙很坏 老张抬头看着 你说的是哪位 就是那位 看出来的吗 嗯 看出来的 他的内心很暴虐 我不喜欢这样的人 是坏人吗 是的 要不打死他吧 真的打死他吗 要不再看看 那行 他们交流的声音很小 待在一旁的邪恶攻击 昂头看了眼那家伙 心里为他感到悲哀呀 哎 你的生死正在被两位可怕的家伙讨论着 你却表现得毫不在意 等会儿骚难时啊 就知道有多可怕了 此时 郝院长看着眼前这几位脸色悲淒的夫妇 一共四对 他们看向李旭的眼神充满愤怒 恨不得将对方生吞掉似的 但是在李先生几位 奇装异服的保镖出事下 都露出畏惧的神色 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郝院长问道 四对夫妇刚想说话 却看到李先生的危险的眼神时 想说的话就跟卡在喉咙里似的 想说却又说不出来 突然 有轮胎摩擦的声音传来 一辆破旧的面包车 来了个神龙百尾 稳稳当当停在门口 随后就看到飞机头 背着剑的徐子浩 风风吼吼地跑来 下渡徐首领最小的儿子徐子浩 人称权贵的富二代 修炼的是剑道 为人喜欢装逼 自从多次在林凡面前装逼失败后啊 就跟严海市特殊部门的狂龙混在一起 既然斗不过你 我换个人斗不过分吗 他跟狂龙相互竞争 有着很深厚的友谊 男人嘛 就是各种鄙视 战斗鄙视过 撒尿鄙视过 喝酒也鄙视过 就连谁挖的鄙视大 都有鄙视过 前段时间啊 他回到夏都 参加一位朋友的生日派对 就在派对上见到李旭 醉酒后呢 听到李旭说他已经囚禁三位小姑娘在秘密基地 最小的才十几岁 别的人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就哈哈大笑 而徐子昊记在心里 全程就一直关注着李旭 派对结束后还跟随着李旭 没想到李旭还真的是去秘密基地 他想都没想就跟了过去 后来的情况呢 就是徐子昊将人救了出来 但很不幸 有一位姑娘惨死 李旭的背景很深很强 最强的就是他爷爷 如果是寻常人 或者有一点的地位的人呢 遇到这种情况都束手无策 但徐子昊是谁啊 他爹是夏都特殊部门的首领 他什么事都不干 就死咬着李旭 谁要是不敢管 他就去暴揍对方 最终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徐老爷子也已经知道这件事 只是李旭的爷爷李先生背景很强 就算是徐老爷子都不能不管不问 最终闹到严海市 找好院长鉴定精神情况 你大爷的李旭 还真敢来事鉴定 你他妈的去找死 老子就死咬着你 你这垃圾玩意儿 只想一剑把你砍死 徐子昊指着李旭一顿狂喷 哪怕李旭爷爷在这里都一样 毫不畏惧 待在李先生身边的三位强者 拦住徐子昊 很是玩味地看着徐子昊 对于徐子昊来说 他对这三位家伙还是比较警惕的 交过手 实力很强 他不是对手 但这些家伙不敢将他怎么样 他爹是下都首领 就算给他们一百个胆子也是如此 李先生 这是怎么回事啊 好院长问道 看到徐子昊出面 他就知道事情不简单的 李先生说的 唉 都是一些误会 我这孙儿精神方面有问题 所以想着请好院长帮忙鉴定一下 也好给他们一些交代 好院长沉思着 他知道徐子昊是谁 徐老爷子没有阻拦 让他这般闹着 情况只有一种 就是默许他的行为 也希望他能让李旭得到惩罚 因为李旭的爷爷背景原因 徐老爷子不方便出面 以防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而徐子昊是晚辈 在他们眼里就是孩子 第八百一十二集 孩子闹脾气 又不听大人的管束 我们也没办法呀 而让他们来青山精神病院鉴定 就是知道他好人 刚正不恶 毕竟坑钱跟刚正不恶 没有任何冲突 想我好人 真的是一位重要人物啊 往往遇到这种事情 他们都只能靠我 别的精神病专家 都有被收买的可能性 而他好人呢 那是甭管对方给多少钱 都能保持正义的存在 就算这世上文数不多 能够保持内心正义的人 真的太不容易了 当然 钱肯定收下 毕竟给钱的人 都说是捐款了 哪捐款能不收吗 李旭躲在三位奇怪的保镖身后 对着徐子昊露出挑衅的笑容 动着嘴唇 说着唇语 老子不会有事 等老子没事实 照样将另外两个弄死 你给我瞧好了 别人都会给徐子昊面子 毕竟他是徐老爷子的儿子 也是唯一的儿子 谁敢对徐子昊下狠手 徐老爷子怕是不会放过对方 一群儿子死在邪悟手里 剩下的一个就是传宗接代 虽说小儿子不正经 但好在还没有养费 当然了 李旭却不会给徐子昊面子 他的地位也是超人 就一句话来形容 我就是法律健全的社会里 跳出五行的存在 法律制裁不了我 我是贵族 真正的贵族 批大小民就算叫得欢 又能如何呢 谁敢动我 如果不是你徐子昊 从下肚死咬着我不放 早就他妈没事了 这倒是实情 报警也没用 而特殊部门负责的就是邪务 现在负责星空大族 忙得都焦头烂额 这些事自然是负责不到的 只是谁能想到 遇到徐子昊这死咬不放的人 你大意的 老师弄死你 徐子昊看到李旭的嘴唇 读懂对方的意思 气得直接拔剑 一剑朝着李旭杀来 站在保镖身后的李旭 一脸的淡定 根本就没将徐子昊的公式 放进眼里 我来玩玩他 一米挨小者 刷了一声消失在原地 出现时 则是站在徐子昊的剑身上 脚尖轻轻用力 一股力量传来 压得剑尖落地 徐子昊怒吓一声 手腕一倒露 手中的长剑荡咬去剑花 可是 挨小者不容小事 一掌压在徐子昊胸口 噗 徐子昊猛地暴退 双脚在地面 划出深深的痕迹 嘿嘿嘿 没意思 这就是下都年轻一辈的天才 太弱了 实在是太弱了 挨小者发出阴沉的笑声 双手背负身后 眼神里露出戏耍之色 他们身为李先生的保镖 实力自然不会弱 如今的情况 李先生没有阻拦 他就是想让这些寻常百姓看看 帮你们出头的家伙 可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无敌 他有的时候也会自身难保啊 给我住手 好院长怒喝道 打什么打呀 在我地盘敢他们这么放肆 有没有把我放眼里啊 住手 李先生开口 被击退的徐子昊 愤怒地看着这些家伙 妈的 早知道就喊狂龙一起来了 此时的徐子昊 已经被气得像有原地暴炸 第一次感觉实力不够 真的是很憋屈啊 太不爽了 如果实力能够横推的话 他早就将李绪砍死了 好院长 你别听他们说的话 这些家伙 就是想给他孙子脱罪 他这畜生孙子 仗着权势 请进三位小姑娘 已经死掉一位了 如果被他逃脱 天理难容啊 徐子昊喊道 郝院长道 子昊 你别大喊大叫 这儿是精神病院 讲究的是科学 人家李先生带着孙子来这儿 那自然是来鉴定的 有没有问题 等会儿都知道了 说完 还朝着李先生露出微笑 李先生笑着 眼前郝院长的笑容 对他来说啊 传达着一种友善 他知道 郝院长已经被他收买 金钱不一定能够收买郝院长 但他的地位 能够让郝院长知道 有的事情做一次没关系 郝院长直接一个电话过去 很快 资深主任让人搬了一张桌子 还有椅子 同时还有鉴定精神病的各种仪器 公平起见 当众鉴定 郝院长说道 资深主任老老实实地站在一旁 能够看到院长亲自给别人鉴定 这是学习的好机会啊 绝对不能错过了 来 他挥着手 让李旭坐到他对面 徐子昊很着急 不知为何 他总感觉郝院长被人收买似的 你是精神病吗 是 我是的 李旭笑地说道 说完 还朝着徐子昊露出得意的表情 仿佛是在说 怎么样 你能将我怎么样 气得徐子昊还想提剑杀来 可是那一米矮子真可恶 他不是对矮子的对手啊 郝院长点点头 继续询问着问题 同时用仪器检查他的情况 在鉴定表格上填写着 站在一旁的资深主任神情严肃 他频频看向院长 跟随院长这么多年的他呀 知道院长的处事风格 他站在一旁沉默不语 静静等待着 紧接着 郝院长从口袋里拿出印章 只是代表着一位顶级专家的印章 一旦盖在纸上 全世界通用 甭管去哪儿 只要看到盖的是好人的印章 那就不用多说了 已经定性 因为郝院长在世界精神病这块领域的地位很高啊 拔尖的那种高 还热一下啊 给信息户里面发过去 登记在案 是 院长 这种登记在案后 就会在个人资料里显示已经做过鉴定 按照他们这边的规矩 任何人只要做过鉴定呢 确定没有精神病 一年的时间里就不准鉴定了 所以一旦谁要是犯了事 想要找人鉴定 有的精神病专家是有良心的 鉴定结果出来 就会直接上档案 根本不给你找下一个医生的机会 当然了 如果鉴定结果是有病 就能多次检测 但同样会让人看到检测人是谁 像郝院长这种太陡级别的人物 没有人会再次鉴定 这里面就牵连到脸面的问题了 第八百一十三集 院长都已经搞好了 资深主任说道 嗯 郝院长很满意 李先生道 郝院长 鉴定结果出来了吗 出来了 那就大声告诉他们 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领域中的泰山北斗 你的鉴定是公平公正的 根据我亲自检测 李旭并不患有精神病 是啊 这情况 李先生表情转变了极快 不敢置信地盯着郝院长 硬沉道 你说什么 李旭也是指着郝院长 你耍我 郝院长道 李先生 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令孙没问题 那不是更好吗 哪有你这当爷爷的 盼着孙子都精神病的呀 你可真可怕 徐子浩大笑着 没想到差点误会了郝院长 随后道 李旭 你就给我等死吧你 拿着拐杖的李先生 眼神阴森地看着郝院长 好 好 很好 郝院长 你可真是个人物啊 青山在你手里 的确是发扬光大了 哪里哪里 多谢李先生 给我们青山捐赠的一个亿啊 我代表青山啊 感谢李先生的善心举止 昧着良心是不可能的事 当然 只要是捐款 甭管是谁捐的 照收不误 用句话说呀 他好人就是如此的贱 孙子 我们走 我看谁敢拦 李先生愣神道 话音刚度 说 林凡瞬间出现在李旭身边 转身看向老张 老张 你确定 我确定 你确定吗 我也确定 那打抱他 好 打抱 林凡五指紧握成拳 哑的一声 拳头收到腰间 随后 眼神灵力 猛的一拳轰向李旭 速度很快 圈径很猛 猛到一种可怕的地步 砰 血雨 纷飞 血雾 炸裂 如此可怕的力量 已经达到一种极其可怕的地步 比火化炉都要厉害 什么燃烧 什么冰冻分解 就是一拳之下 已经找不到任何一块完整的血肉了 好 打抱了 老张兴奋地挥舞着手臂 林凡微笑 朝着老张竖起大拇指 不仅在夸赞老张 还是夸赞自己 在所有人蒙神的情况下 他走到那对夫妇面前 抬手擦掉那妇女脸上的眼泪 露出微笑的 我能感觉到 你是心善的人 你这样心善的人都如此憎恨的 想他死 那我跟老张的想法就一定不会有错的 你看我说的对吗 现场很安静 所有人都陷入震惊中 李先生反应过来 怒吼道 给我干掉他 三位保镖朝着林凡冲去 光头保镖神色震惊 没想到 李旭在他们眼前被人一拳打爆 尸骨无存 实在是无法无天 这三位保镖看似年轻 其实他们有着难以老去的容颜 经过各种科学手段的开发 属于半人半生物的怪物 按照正常修行 怎么可能修行到这种程度呢 就在他们靠近的时候 安慰着这些心痛夫妇的林凡 淡然地转身 一巴掌朝着他们派去 砰砰 一巴掌拍飞一个 看似平平无奇的手段 却让他们难以抵挡 光头男跟染着五颜六色发型的 两位保镖都被拍飞了 身体在空中旋转 落到地面后 直接翻滚着 后背撞到围墙 轰弄一声 围墙震动 浮现立文 一口鲜血直喷而出 哎 林凡低头 看到一米矮的家伙 一拳打到他的膝盖上 因为身高的原因 并未被他的巴掌拍到 林凡微笑着 一米矮子表情惊朗 转头看向同伴 明显是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对他而言 这种情况超出他的想象了 怎么会落败得这么快呢 不管是谁 只要在林凡面前 那都是平等的 没有谁能够高于一切 林凡蹲下 跟小矮子保持平齐 抬手摸得小矮子脑袋 眼神关怀 老天是不公平的 但人是公平的 你的矮小 应该是老天对别人的偏心 但你可以成长为一位 别人都喜欢的人 就像我跟老张一样 可你并不友好 甚至有点坏 希望你以后能好好改变 抬手 啪 一米矮子身体旋转着 跟另外两位一样 撞到围墙 稳住身形 喷出一口鲜血 李先生身边的最强三位保镖 眨眼间就被解决了 只能说 这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 好 干得漂亮 许子豪兴奋得很 他也很想将李絮披子 但就算李絮站到他面前 都未必敢动箭 他是下都部门首领的儿子 而就算李絮畜生不如 也有一个很有背景的爷爷 真的要是弄死 怕是很难有人保得住他呀 就算是特殊部门总部首领的儿子 也是一样 三位痛苦的夫妇 从震惊中反映过来 谢谢你 真是太谢谢你了 没有人知道 他们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普通市民 面对李絮这样的权贵 就像有五指山压在身上似的 尤其是那失去女儿的那对夫妇 情绪激动了很 恨不得给林凡跪下 做牛做马 林凡道 不用谢我 希望你们能走出悲伤 勇敢地面对未来 以往不管林凡面对谁都会微笑 但现在他没有这样做 第八百一十四集 现在的微笑只会让对方感觉到刺眼 如果郝院长知道林凡此刻内心的真实想法 绝对会惊呼 林凡 你的病什么时候好的呀 莫非一直以来都是我得病 才会想着你们是精神病患者吗 此刻 拄着拐棍的李先生 瞳孔瞪着滚圆 做事拿出手机 咆哮着 你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人 你这是找死 不管你有什么能耐 什么背景 你都难逃一死 好人 我也不会放过你的 任何人被这样的权贵盯上 绝对会吓得夜不能眠 肝胆都能被吓破 可是咱们的郝院长深情淡然 甚至有点小笑 身为青山精神病院院长的他 拥有着极高的学历跟平德 没有讥讽对方 而是心平气和的跟李先生交谈 郝院长道 李先生 你先保持冷静 我有些事啊 要跟你说 对你来说呢 是比较重要的 这关系到你后面的情况啊 也许你不是很想听 但是啊 我还是很想告诉你 冷静 杀我孙儿 你让我冷静 我不让你们付出代价 事不罢休 还是说 法律治不了你们 李先生怒声道 到他这种程度 还说法律 就有点搞笑了 但没办法 光明正大的事 很多人看到 想隐瞒都很难 他孙儿做的那些事 都是暗地里的 就算将尸体扔到街道上 被人发现 被人追责 也没人 胆敢追责到他的头上 因为一股无形的力量 能够左右一切 阻拦任何人的调查 只是没想到 被徐子昊发现了 徐子昊又不是普通人 在他发力的情况下呢 事情变得复杂 导致这件事情 被纠缠到了这种地步 郝院长说道 李先生 你知道他是谁吗 李先生冷声道 是谁都不重要 杀我孙儿 这世上 没人敢跑他 郝院长仿佛知道 对方会这样说似的 淡然道 他呀 叫林凡 你应该见过呀 也听过这名字 就算你把事情 拿到天上 天也不敢管 林凡 奇迹败坏的李先生 听到这名字时 就感觉熟悉得很 随后又仔细 看着对方的容貌 内心一惊 脑海里浮现出 很多画面 脸色逐渐变得凝重 不可能吧 如果真是这样 对他而言 这是一种灾难 徐子昊 大笑的 可笑啊可笑啊 还想着泡芙的 你知道他是谁吗 也不出去问问 我们能在邪悟 跟星空大族手底下 存过下来靠的是谁 就算你将这世上 最有权势的人喊过来 都不敢在林凡面前 说你这种话 喂 你的畜生孙子 就是在找死 怨不得别人 郝院长对李先生 说得很委婉 意思很明确 你刚刚说的那些话 实则都是做梦而已 不可能实现的 早点想通吧 但徐子昊说得很直白 直击李先生内心深处 将他最值得骄傲的一切 全部击垮了 林凡走到李先生面前 你的孙子很不好 我帮你解决 你不用感谢我 也不用说什么 我知道你很心痛 可有的事情就是这样 希望你能明白 李先生阴沉地看着林凡 没想到对方 竟然走到他面前 说这些 让他忍无可忍的话 可是他忍住了 仅仅只用一双眼睛 死死地注视着他 仿佛是在说 很好 真的很好 希望你能改过自信 林凡转身离开时 想到什么似的 回头说了这句话 他来到老张身边 打爆了 嗯 我看到了 真的好厉害 你说得很对 这样的人打爆就好 否则会有更多的人 受到伤害的 没错 我一直都相信你的决定 我也相信你的 他们小声交流着 说了一些让人感到害怕的话 可是对他们而言 这是正义的 郝院长说道 李先生 您孙子走的呀 很安详 没受多大罪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我这儿啊 有一个朋友 专门做模型的 以他们的技术呢 应该是能完整的 做出模具来 杀人诛心啊 人家明明已经被捅一刀 他觉得还不够 在伤口上撒把盐 然后用生锈的刀捅了一下 此时的李先生 脸色通红 怒火攻心 但他的人耐度极高 不会因为郝院长这番话 就吐血到底 走 这一个字从喉咙里发出来时 特别的沙哑低沉 跟随的那些保镖 都是普通人 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 搀扶着那三位被扇的保镖 赶紧离开了 院长 这没事吗 资深主任小声问道 郝院长道 怕什么呀 他很想告诉这位资深主任 有什么可怕的 你知不知道我是从什么学校毕业的 认识多少牛叉的人物 谁敢动我呀 更何况 林凡还是他们青山的人 动我之前 得看看有没有这样的能耐 就是如此的嚎狠 霸道 资深主任佩服院长 我们去钓鱼吧 林凡说道 老张道 耽误好长时间了 资深主任佩服得很啊 刚刚发生如此可怕的事情 竟然还想着去钓鱼 到底有没有将刚刚的事情放在心里呀 也许真的没有吧 郝院长道 好 带你们去钓鱼 随后招来资深主任 赶紧喊些人来 将地面上的血迹冲掉 影响多大呀 如果现在有人带着患者来入院 看到这种情况 还以为他们青山是暴力的地方呢 真要发生这种事情 得损失多少住院费呀 别说刚刚得到的一亿捐款 就算十亿 那也不能放弃迎头小利 蚊子再小呢 也是肉啊 吃到嘴里 还是能吃到肉味的 徐子浩对林凡 是没有太大的好感 主要是他以前跟林凡切磋啊 然后被林凡一下子弄碎宝剑 痛得徐子浩心里难受 所以想着 我既然不是你对手 那我就离你远点 不管怎么说 我徐子浩都是天才 遇到你这种存在 我是真的福气 比不过 还躲不过吗 而现在 徐子浩对林凡是真的佩服 看得事情太漂亮了 曾经的一些小借敌 消失得荡然无存 哇 林凡 你太棒了 你好 请问你是谁啊 刚刚还满怀激动心情的徐子浩 听到林凡说的这番话呢 内心陡然巴凉得很 眼睛瞪得很大 喉咙处就像有口血堵住似的 很难吞咽下去 你不知道我是谁啊 林凡看了会儿 摇摇头 不好意思啊 我真的记不住你是谁 我们是不是以前见过呀 没有没有 我也不认识你是谁 告诉 徐子浩啥话都不想说了 你妹呀 白费我对你的热情 咱们以后就当作不认识好了 看着对方离去的背影 林凡自言自语着 嗯 好奇怪的人 第八百一十五集 特殊部门 徒彦男忧愁地站在落地窗前 谁能懂得他现在的想法 真的好累啊 但有的时候也特别地爽快 星空大族的强者越来越频繁 有的不是很友好 虽说他的实力有很大进步 但是跟那些大族强者相比 有些不小的差距 爽快的就是友林凡 不管星空大族出动谁 只要友林凡 一切都不是问题 敲门声传来 进来 杜彦男回到座位 繁琐的事情很多 每件事情都需要他的处理 金和力这位助手太能干了 能够整理出很多事情 但最近清闲很多 从普陀山带回来的佛经 需要很多精通佛理的大家来翻译 希望从里面找到一些对他们有用的东西 随着带回大批佛经的原因 四大高院入院的学生 出现很久以来都不曾出现的清醒 想要加入佛家高院的学生越来越多 就仿佛一家公司得到某种重要的配方似的 外界都已经知道 股票自然暴涨 就当结果出来 最终彻底炸裂 姓徐的 你好狠的心哪 一想不到 又意料之中的人出现了 林道明气得脑袋都已经冒烟了 他为阎海市抛头鹿洒热血 没想到事后 竟然没人来关注他 这是人能干的事吗 碰 独眼男忙得起身拍桌子 声音很沉闷 听得林道明都差点跳起来 我还没找你麻烦呢 你就先发指人 太贪强的无耻吧 独眼男幡然醒悟道 我就感觉有什么事情忘记了 直到看到你我才知道 原来我是将你给忘记了 该死的 他们怎么能这样 你林道明 我已经还是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 事后就没有人想起你吗 我都已经交代 无论如何都要照顾好你啊 有很多话想说的林道明 被独眼男给整懵了 没有 独眼男起身关怀道 现在怎么样 没什么地方不舒服的吧 没有 在来的路上啊 林道明就已经想好 如何怒斥独眼男 你们还试人吗 事后都没有人管他 躺在路边 被一位小孩当成乞丐 施舍一块钱 对他来说 这是一种羞辱啊 更是特殊部门 全体成员不作为的表现 等等等等 你别跟我说这些啊 差点被你绕过去 你知道我受伤 走的时候 怎么不来看看我呀 你未免也太绝情了吧 林道明不服得很 轻瘦啊 当时那星空大族的人多恐怖 他能挡住 已经算是拼命了 可是没想到 事后都没人来找他 伤得他内心痛痛的 独眼男道 我有急事 他肯定不能说 当时是真的忘记了 急事 我不信 林道明知道独眼男的为人 阴险得很 黑的都能说成白的 就现在这情况 要是相信对方说的话 他就真的白混了 缺少门牙的林道明 虽然说话漏风 但为了恨卫自己的权益 那也是滔滔不绝 说得情人一切 将因为舍生忘死 被沿海市而战的英雄形象 彻底展现出来 怒斥那些一望英雄的家伙 独眼男知道理亏 就让林道明抱怨着 心里想着 当时到底是什么情况 怎么就会将林道明给忘记呢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想来想去 都没有想得通 如果非要一个理由的话 那就是当时被林凡震惊了 而且事情结束得太快 一切都索然无味 想着回去歇会儿 就将林道明给遗忘了 道明你相信我 别恶心我不信 你不信我的话 废话 你们有几个人的话 是能信的呀 我为了挡住那一击 你知道我消耗了 多少金色俘虏吗 那是我几个月来 辛辛苦苦练制出来的 说没就没 没就没吧 我认了 可你们也太欺负人了吧 就在林道明准备 跟独眼男大吵一架的时候 外面传来吵闹的声音 你不能进去 碰 独眼男办公室的门 被暴力推开 首领 他要找你 我没拦住 门卫说的 独眼男刚想发作 谁敢这么嚣张啊 看到李先生时 心里一惊 李国锋 是我 李国锋 拄着拐杖 脸色异常的难看 独眼男挥手 让门卫先离开 随后笑道 什么风 把你老人家给吹来了 的确奇怪 他都已经很多年 没有见到这位 地位崇高的老家伙 没有什么太深的交集 就是对方的能力 跟势力很庞大 不可小视 如果非要形容的话 就是能够跟下都 总部徐老爷子站在并排的 属于另一个领域的最大存在 而且跟他们特殊部门很不同 他们掌控的范围有点广泛 最重要的就是科技方面 不是普通科技啊 而是属于那种超时代的科技 主打人体工程方面的 在这种邪恶 星空大族出现的时代 他们在基因方面很先进 就算国家单位 都不一定敢说敢超他们 林道明见有外人在这儿 保持沉默 吵架也是自家吵 有外人就得低调 你们沿海市可是能人辈出啊 李国锋说的 语气有点阴阳怪气的 冬眼男谦虚的 男人倒是有 辈出酒有点不妥 毕竟男人也没几位啊 我孙子死在你们沿海市 李国锋知道林凡的存在 也是他不能动的 可是心有怒火的他无处发泄 既然亲手动手不行 那就走明的 曾经他讲过一句笑话 咱们要相信法律 而现在他却没办法 只能选择他笑话的东西了 第八百一十六集 冬眼男不知道那些事情 听到此话 眉头紧锁 怎么回事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真的是大事了 只是他很想问 你孙子死了关我批事 这种事你去报警啊 找我有啥用 我又不处理这些事 哎 林孙年纪轻轻就遭遇这种事件 实在是太惋惜了 如今沿海市没有邪无害人 莫非是仇杀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必须得将凶手 冬眼男刚想说 必须将凶手神之一法 但陡然想到一件事 谁杀的 竟然找到我特殊部门 莫非是我部门里的人干的吗 如果这样的话 那就得好好想一想了 谁杀的 冬眼男问道 李国锋脸色依旧很阴沉 拐杖敲着地面 保镖将笔记本电脑放在桌上 以他的能力 想要知道林凡的身份轻而易举 而且弄到青山精神病院外的摄像头内容 同样很简单 你们自己看 他背着冬眼男两人 强大的气场笼罩着此地 只是他的气场对别人来说 有种压迫感 但对冬眼男跟林道明来说 却是一种 孙子死了还要装逼 咋想的呀 此时 正在气头上的林道明 管你谁死了 看都不想看 还在生闷气呢 原本漫步将心的独眼男 在看到视频后 脸色逐渐凝重起来 朝着林道明挥挥手 指了指屏幕 点点头 仿佛很重要似的 林道明都不想理睬独眼男 但还是走过去 当看到屏幕里的内容时 林道明脸色也逐渐凝重起来 靠 这倒是没想到啊 看完 看完有什么想说的吗 李国锋不想多说 就是想看看他们怎么说 杀人是要偿命的 所有证据我都有 独眼男跟林道明对视一眼 这一拳打得漂亮啊 探为官职啊 哎 这地方有点熟悉啊 好像是青山精神病院吧 对啊 就是青山 这地方我知道 以前刚加入部门的成员 都会去青山当义工 我听说林凡就是青山精神病院的患者 精神啊不是很好 我也知道 看来他又发病了呀 两人一言一语 说着让李国锋愤怒万分的话 你们什么意思 李国锋怒声询问着 独眼男逗 没什么意思 林道明说道 字面意思 内权的确霸道得很啊 李国锋道 你们明知道是他杀了我的孙子 你们还想包庇他 你们可是特殊部门 职责是保护所有的人 现在你们的人 残忍杀害我孙子 却想着包庇他 你们还对得起你们身上的责任吗 对得起 我也对得起 独眼男跟林道明默契点头道 李国锋眼眶里充满了血丝 你们就是想包庇对吧 对 好 你们给我等着 我会让你们 我会让你们后悔的 李国锋放下狠话 摔门而出 他知道林凡的地位很超然 却没想到 独眼男却如此气人 哪怕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 明摆着就是跟他对抗 好 他们两人从未有过这样的默契 看到摔门而去的李国锋 挥挥手 慢走 独色 当人离开后 独眼男立马拿出手机 直接给好人不通电话 什么情况 别急 我慢慢跟你说 情况是这样的 好人将他知道的情况 以最快的方法告诉独眼男 同时讲得生情并茂 富有情绪的波动 好 你现在就将你们秦山摄像头里的视频 发给我 挂掉电话 独眼男迅速来到电脑面前 很快 邮箱里有好人发来的视频 在林道明震惊的目光下 独眼男将视频发到特殊部门的官网 同时配上文字 继续 守护神林凡 一拳打爆 被星空协足控制的狂魔 内容就是他胡编乱奏 但具体内容的人物是对的 李国锋的孙子被星空协足附体 前夫眼还是准备对花季少女下手 被林凡发现 一拳打爆 挽救无数花季少女等等 同时呢 也感谢李国锋的深明大意 知道所有事情都无法挽回 只能希望星空协足早日被灭 星空协足是什么足呢 有没有这种足都是未知数啊 信息真不真无所谓 他独眼男身为特殊部门首领 而且还是登在官网 那就是真的 更何况 林凡在民众心里的地位很高 姓谁 一目了然 搞定啊 独眼男笑着 李旭这家伙死有余辜 死在别人手里的确不好解决 但死在林凡手里 资认倒霉吧 他这样做就是解决一切后患 以防李国锋那家伙在网上胡乱搞事 随后抬头看着林道明 还要继续吵吗 你说的不是废话吗 林道明就没想过这么轻而易决的放股独眼男 刚刚的事情对他们而言 就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林凡做的是好事 得知真相的独眼男 都想将李旭给弄死 但他们不好出手 顾虑太多 更容易引起巨大的麻烦 而林凡动手就简单很多了 甭管去找谁 只要得知是林凡干的 都会乖乖地闭嘴 最大的原因就是林凡够强 谁没事会为一个畜生 跟咱们的守护神较劲呢 第八百一十七集 豪华轿车内 李国锋阴沉的神色 让开车的司机害怕得很 大气都不敢喘一口啊 他知道老爷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我要他身败名列 他看向一旁的秘书 意思很明确 给我将视频发到网上 宣称龙国守护神 随意虐杀普通民众 这种行为太恶劣 有实力有地位 就能为所欲为了吗 秘书熟练地打开电脑 片刻后 老爷您看 秘书瞳孔缩放 蹬得滚圆 对他而言 老爷的想法没有问题 但关键是 李国锋看着笔记本屏幕 浑浊的双眼里绽放光芒 血液涌到脸上 抓的心口 明显是被气得心脏疼痛了 独眼男预判了他的预判 老奸巨划 就现在这种情况 就算他将视频发出去 也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 特殊部门在民众心里 地位跟信任度都很高 人们只会相信特殊部门 绝对不会相信他的 如果独眼男知道 李国锋的想法 肯定会说 你也差不多该知足了 没看到我给你孙子 一点好处了吗 说他是被 星空邪足控制的狂魔 算是给你孙子 稍微洗白一下 知足吧你 九月五号 清晨 阳光明媚 空气新鲜 美好的一天 往往都是这样开始的 林凡跟老张醒来 相互对视着 微笑着 早上好 早上好 对他们而言 每一天都是充满 未知与好奇啊 邪无攻击的工作 永远都是如此的枯燥无味 几枚鸡蛋的坠落 代表他一天的工作量完成了 人生给邪无攻击的赏赐呢 就是一小家无功 普渡慈航死得很有价值啊 能够在死后为别人做出贡献 真的很不错 写绝洗漱跟早餐 林凡背上鱼具 大手一挥 走 咱们去钓鱼 他对钓鱼的喜爱啊 已经赶超喝酒和干价了 感觉太有意思 就连老张都沉迷在钓鱼中 不可自拔 倒是人生对钓鱼的喜好 不是很深 应该跟他的体型 有着明确的关系 耶 喜欢钓鱼 老张欢喜的 楼下 稻树跑 刘海禅化身前程的信徒 每日都会准时来到稻树面前 打坐感悟 稻树对稻家的人来说 意义非凡呢 能够让刘海禅如此信奉 就是道书真的很有能力 虔诚的打坐 让他跟道书有所联系 能够交流 这种交流 类似神魂类的交流 就现在 除了林凡能够做到外呢 又添加了刘海禅 这对刘海禅来说 是很值得骄傲的事 但他没有就此得意 一切都要淡定 他询问道书 现在道家学助影响并不深 一直都被佛门高院给压制着 尤其是现在挖掘出大批佛经 情况更加可怕 有种莫名的压力席卷而来 是否有别的办法 能够重振道门雄风呢 他希望能够得到答案 对他而言很重要 道书说 道法自然 刘海禅 明思苦想 道书天尊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很平常的四个字 甚至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四个字 如果别人说出来 他不会有任何想法 但这话是道书天尊说出来的 他就感觉这其中内涵的意思很深 最终 道书解释道 爱信不信 不信就滚 八字真言震撼刘海禅的道心 拨开云雾见青天 一切都已经明雾 原来如此啊 一言惊醒迷茫的 只有道书说出这番话 才能让刘海禅深信不疑 此时 他们好吃米啊 老张 见一群人盘坐在道书前 充满的好奇 林凡微笑道 感觉很不错呀 他带着老张他们走到道书前 轻轻拍着道书的金页 就仿佛跟看门狗打着招呼 我要出去一趟 你要好好地看好家门哦 这种举动呢 对信奉道书天尊的道家成员 就是一种亵渎 他们荣言 想要怒斥对方 可是当看到是林凡的时候 这些想要捍卫 道书天尊尊严的成员们 再次闭眼 啊 道书自然 开什么玩笑 没看到谁在摸我们的道书天尊吗 别人摸不得 只有林凡摸上去 他们是心甘情愿 没有任何问题 对他们来说 生活就是努力修炼 最好就是遇到那些危险时 能够有实力跟他们对抗 外面 小宝站在豪车前 松鼠站在她肩膀上 挥挥手 林凡 放假了吗 肯定放假了 今天是五号 也就是星期六 学校放两天 我东西都准备好了 我们快去钓鱼吧 生活无忧无虑的小宝啊 最喜欢的一件事 就是跟林凡在一起 甭管干什么 只要在一起 就会感觉特别的有意思 下都 徐老爷子得知李国锋的孙子 被林凡打抱 叹息一声 为其感到可怜呢 无人送终了 这混小子整日游手好闲 这事干得很不错呀 徐子浩让她刮目相看 搞的那些发型还是人样嘛 但没办法 谁让徐子浩是她的中呢 但就这件事 彻底让她感觉 自己的儿子很是不错呀 同时 独眼男那边做的事情 也都已经知道了 做得的确够狠 先发指人 封锁对方所有想走的路 让对方无路可走 这种行为真的是很霸道 第818集 他担忧一件事情 他是知道李国锋的为人的 不说阴险狡诈吧 但绝对不会就此罢休 这是杀他孙子的人士林凡 属于那种 就算你好横极致 也无可奈何的存在 徐老爷子找来夏昆云 让他派人注意李国锋的动静 绝对会有行动 夏都 最高的一座建筑 这就是李氏集团的总部 楼层高度 比特殊部门总部都要高 也是无数普通市民 挤破脑袋 都想挤进来的单位 能够成为李氏集团员工的 都是人才 第一 通过 地底百米之下 电子门开启 北涛穿梭在走廊里 走廊两侧的墙壁里 镶嵌着各种被泡在容器里 七型怪状的生物 说他们是人 但他们的模样比人都要可怕 甚至容器里的生物都是活物 有生命特征的 注视着路过的人 变态 北涛来这里很多次 每次穿梭这走廊的时候 都感觉不寒而栗 仿佛有变态 时刻关注着他似的 这种感觉让人很不爽啊 镜头 是一扇双开十目大门 推开 李会长 简爱啊 北涛一眼就看到 站在一副句话前的李国锋 客套话还是要说的 毕竟人家孙子刚死 自己就表现得嬉皮笑脸 有点出人心啊 坐 李国锋开口 孙子刚死的时候 他的确很难过 但这几天调整得不错 精神面貌都很好 鼻子比较尖的北涛啊 嗅到李国锋身上 有女人的味道 大灵 我去做SPA了 一位妖娆的女子走出来 看到北涛的时候 看都不想看一眼 显然在他看来 北涛就是默默无闻的小弟 随后就见 妖娆女子扭着臀离开了 哎呀 李会长 老当义庄啊 北涛心里吐槽着 真禽兽 孙子投气都没过 你就迫不及待地循环作乐 有点意思啊 当然 他不会不信李国锋 这方面没有能力 一针基因畜像药打下去 直接高呼 我要打十个 李国锋身为权力者 遇到这些事情 短暂的悲伤后 不会就此沉沦 而是重新开始 子嗣对他而言 的确很重要 如果子嗣不幸死了 也能重新培养一个 李国锋道 我想知道 如何让林凡付出代价 北涛看着他的神色 翻了翻白眼 总感觉对方是在白日做梦 没办法 这件事情只能认在 他跟林凡接触的比较多 知道这类人的存在 是有多可怕 还想让林凡付出代价 完全就是做梦的行为 或者就算是做梦 都未必敢做到这种事 李会长 你现在已经想重新培养后代 就不用在这种事情上浪费时间 对你对我们都没有好处 他希望李国锋能看开点 何必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呢 看看前方多好 他知道李国锋在研究长生的技术 谁都想长生不老 以前只能用邪物来研究 但终究有很多问题 而如今 星空大作的出现 让李国锋看到新的希望 对于李国锋的那些后代 他是感到悲哀的 以为真的是血脉延伸吗 其实他们就是容器 就是为以后做准备 李国锋的身体每况愈下 谁也不知道何时是极限 因此 一旦到那种时候 后代就是最佳的转移容器 借助后代相同血脉的身体 重新活着 想想都感觉可怕得很啊 嗯 好 这件事情不会追究 那些星空大族如何 暗影会的幕后 就是李国锋 提供着资金等等 各种先进科研成果 而现在 因为北涛跟星空大族 木族走得很近 对他而言就是机会 北涛说道 已经说过 进宅很不错 联谊会早就在准备 就等各族回应了 他们就是想举办联谊会 拉拢各族 撇开特殊部门 从而达到他们的目的 小宝 钓鱼是不是很快乐呀 他们坐在鱼塘边 看着平静的水面 稍有动静 就代表着鱼儿上钩 这种感觉很不错 过程的确无聊 但喜悦往往都会在后面 快乐是快乐 可是钓鱼都是中脑年人喜欢的活动 小宝的爱好并不广泛 除了游戏机外呢 就没别的爱好了 是吗 林凡问道 小宝道 真的 我的老师就喜欢钓鱼 他说钓鱼是中脑年人 必不可少的户外活动 消耗时间特别快 一眨眼 一听就过去了 此时 一股香味扑鼻而来 林凡 原来你们也在钓鱼啊 魔神妹妹 肩扛鱼竿 手里拎着桶 假装偶遇似的 来到林凡身边 看着桶 哎 钓到现在 怎么一条鱼都没有看到 这技术有点稀烂啊 关你什么事 我们开心啊 小宝最讨厌别人说林凡不好 扔起鱼竿 双手插腰怒荡着魔神妹妹 小小的个子 并不影响小宝的勇气 气得她眼睛都滚圆了 魔神妹妹微笑 摸着小宝脑袋 小朋友真不可爱 小宝不耐烦地拍掉 魔神妹妹的手 气鼓鼓道 你这人真可恶 她的脑袋只有林凡能摸 别的人不行 第八百一十九集 有段时间啊 没有见到这女人亲近林凡 还以为对方痴难而退 没想到又出现了 真的好烦 林凡安抚道 小宝别生气 我才没生气呢 魔神妹妹对林凡 真的是福气啊 想她如此漂亮的女人 任何男性看到她 都会有想法 甚至都主动找机会 可是她就跟没有这方面的想法似的 无懂于衷 也不知她对姐姐做了什么 曾经姐姐对林凡 没有任何看法 直到那一次姐姐回来后 说到林凡时 眼睛里就是满满的恨 一起倒影吗 魔神妹妹问道 林凡说 可以 小宝凑到林凡身边 小声道 她是有目的性的 我要不要大级别 我小宝阅人无数 看过很多的 嗯 我知道 多谢小宝提醒 林凡微笑的 负责小宝安全的保镖门 站在远方的门口 哎 那美女真好看 美女来的时候都没看我一眼 是我长得不够帅啊 你说的简直就是废话 他们知道小宝最安全的时候 就是跟林凡待在一起 能够在林凡面前伤害到小宝少爷 那有没有他们都已经不重要 魔神妹妹想跟林凡坐在一起 老张跟小宝分别坐在林凡两边 她想坐都没地方坐呀 更加可怕的就是 岂着动物占据位置 导致她只能坐到偏远的角落 噓 都保持安静 月儿很灵敏 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 林凡示意大家安静 保持沉默 不要发出声音 魔神妹妹不是来钓鱼的 她是想得到自己的血液 沉默许久的她 准备再试一次 只是对方柴米油烟都不尽 很难攻破 一直观察林凡的她 发现既然喜欢钓鱼 那必须抓住这次机会 绝对不能放过了 就在此时 魔神妹妹假装滑落到水里 噗嘟一声 潜水一下 在冒头的时候呢 已经出现在池塘中心 双手拍打着水面 救我 快救我 已经没有办法的她 只能出此下策 也许会出现问题 但绝对能够引起对方的重视 到时候直接假装昏迷过去 需要人工呼吸 以她对林凡的了解 如此热心肠的她 绝对是不会坐视不管的 今天这人工呼吸 你是做定了 谁来都没用 老张说道 她在干什么 不知道 她说她溺水了 这里真的能溺水吗 他们对视野 眼睛里透露着迷茫的神色 林凡起身 朝着魔神妹妹喊道 喂 你想游泳 不要在这里啊 鱼儿都被你吓跑了 我溺水了 魔神妹妹喊着 心里却怒骂着 靠 怎么会这样 她早就将林凡看穿 如此热心肠的 她看到有人溺水 都无动于衷 是我游得有点远 还是说自己看错了 林凡道 可是这鱼汤只有一米深 你不是站在水里的吗 小宝好奇道 哎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来过这里 水很浅 就是怕钓鱼的人溺水 林凡解释着 听闻这话的小宝 欧了一声 看下魔神妹妹的眼神 都变了 哦 果然是妖艳心肌语 竟然用如此低俗的手段 哄骗我家林凡 真以为我家林凡是傻子 早就将你看穿 真是傻家伙 骗人都不调查现场的情况 正在池塘里扑腾的魔神妹妹 通作陡然坚硬起来 满脑子都是问候 啥 一米深 她低头一看 上半身的确暴露在外面啊 啊 这么浅啊 想到刚刚的一幕 就感觉很尴尬 林凡道 是啊 真的很浅 你快点上来吧 小心感冒了 嗯 尴尬的很 魔神妹妹想死的心都有了 内心都在咆哮着 哎呀 到底是谁弄的鱼糖 就不能挖深点吗 挖得这么浅还养鱼 也不怕被人偷走 站在医院的李来福 打着喷嚏 揉揉鼻子 谁想我呀 小宝眼神怪异地看着陌生妹妹 阴阳怪气道 别看我小宝年轻 我一眼就看穿你的目的 你就想假装溺水 然后被林凡救起来 想让他给你人工呼吸 别做梦 我这里那么多保镖呢 多的是人给你做人工呼吸 此时的魔神妹妹很狼狈 听到小宝的话 怒气汹汹地挡了她一眼 哇 林凡 他凶我 小宝害怕地躲到林凡怀里 随后稍微抬起头 得意地望着魔神妹妹 仿佛是在说 你敢凶我 我就告诉林凡 林凡摸着小宝脑袋 悲笑道 别害怕 有我在呢 魔神妹妹感觉很丢脸啊 直接消失不见了 她的计谋又失败了 不仅将小宝记住 还将这鱼塘的主人也记恨住了 嗯 真是奇怪的人 林凡一摇摇头 想了会儿没有想明白 还是继续钓鱼比较好 魔神妹妹湿漉漉地回来 姐姐捧着泡面 盘坐在沙发追着电视剧 看到搞笑的地方 哈哈大笑着 看到妹妹的模样啊 淡定得很 又失败了 嗯 没事 失败乃是成功之母 多失败几次就好 魔神妹妹看了姐姐一眼 转身走进厕所 呵呵 这女主角演技真差 但看得好高笑啊 妹妹 等会儿换好衣服一起来看 真的太高笑了 以往 她会询问妹妹都发生了些什么 但现在 她对这些事情没有一点兴趣 淡定就好 遇到林凡发生这种事 都属于正常情况 第八百二十集 数日后 九月十号 特殊部门 读眼男看着电视上的画面 神色很凝重 李会长 关于您这次即将主办的星空大族联谊会 有什么说的吗 据我们所知 星空大族很神秘 来到我们的星球 对我们的星球造成很大的影响 前段时间您孙儿遭遇星空协足控制 后来被我们守护神打爆 就算发生这样的事情 您依旧认为星空大族对我们是友好的吗 李氏集团门口 一群记者将李国锋围住 现场采用着直播的方式 读眼男沉思着 他搞不懂李国锋 李国锋到底想干什么 就连他们特殊部门 都没有主动跟星空大族联络 却没想到 李国锋跟星空大族有了联系 继续看着电视 李国锋拄着拐杖 神色平静的 各位 星空大族的确很神秘 但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接触他们 至于你说 我孙儿被星空协足所害 我只想说 人类有好有坏 而星空大族自然也有好有坏 我孙儿的死 对我来说 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打击 但为了我们人类认识星空大族 熟悉他们 也让他们熟悉我们人类 我放下心中的仇恨 只希望能够为人类做出一些贡献 这等贡献是特殊部门做不到的 我李国锋 希望能够成为人类 跟星空大族间的纽带 现场的记者们都被李国锋的大意感染了 记者说 李会长 请问联谊会什么时候举办啊 是采取自愿方式参加的 还是秘密举行案 李国锋道 本次联谊会采取邀请方式 因为我们没有接触过星空大族 以防出现意外 一切都将采取邀请方式 邀请我们人类有权威的人参加 立志于了解星空大族 举办的时间将在三天后 联谊会的地点是在夏都吗 那是当然 夏都是我们国家的首都 为了迎接这群尊贵的客人 只有这里才最为合适 此时的独眼男神色很凝重 对他而言 李国锋的行为是一种冒险 他最怕的事情就是 星空大族渗透到人类世界 就说他现在接触的那些星空大族 都是他亲自接待的 深知他们的品格 还有林凡庇护在一旁 可以确保他们不敢乱来 万一李国锋真的将星空大族 引入到夏都 很有可能会造成 不可挽回的可怕境遇 经过这些事情的发生 星空大族对他们有了初步的了解 同时也知道 林凡的存在是不可随意抗衡的 所以没有来骚扰 而想要破坏一个民族的团结性 方法很简单 童话 信仰等等 这是从内心深处的童话 削弱你的意志 从而达到分化的目的 独眼男琢磨着 以李国锋那小心眼 因为孙子的事情 肯定不会给他发邀请函的 而且绝对会避开他 李国锋要做的事情 早就被他一眼看穿了 但是心有不甘呢 会议室 气氛凝重 独眼男说道 李国锋要举办星空大族联谊会 你们谁受到邀请函 众人对视着 随后摇头 一味都没有 独眼男的语气陡然拔高 偷有些不敢置信 太看不起人了吧 你看不起我 我是能理解的 毕竟双方有过节 你不邀请我那是你的自由 但永信 刘海禅 林道明等人都是数一数二的顶件人物 影响力很大 搞个星空大族联谊会 不请这些重量级人物 你想请谁啊 没有 他们都摇着头 独眼男说道 李国锋怎么会跟星空大族有联络 这里面肯定有人给他签线 目的不准 其心可逐啊 刘海沉斗 不得不妨 林道明说道 我们都不敢说了解星空大族 他李国锋怎么敢啊 所谓的联谊会 就是引狼入室 他将联谊会弄在下毒局吧 就是避开我们 啊不 应该说避开林凡 他们能够跟一些星空大族有所联系 都是因为林凡 而星空大族也是看在林凡的脸面上 如果是他们的话 人家未必将他们放在眼里啊 独眼男高看林道明一眼 不错 有点悟性 还是有些不服的独眼男 当着众人的面给徐老爷子打通电话 星空大族联谊会给你发邀请函了吗 他静静等待着 如果徐老爷子说没有 他的心情或许会好点 这种感觉很奇怪 或许是吃味了吧 许久后 发了呀 你没有 电话那头的徐老爷子 也为这件事情感到烦恼 看到是独眼男的电话 顿时有点想法 刚想说没有的独眼男 被徐老爷子这一问啊 彻底给稳住了 靠 这是明摆着跟我闲伴呢 有啊 怎么可能没有 我什么地位 没有我去的联谊会 能是联谊会吗 死要面子活受罪 三天后等你来 等等 我想知道 李国锋举办联谊会 到底是什么目的 你就没有出面阻止啊 没法阻止 这是民间活动 李国锋举办这种活动的时候 没有任何消息 公布的时候 新闻媒体记者都到了现场 想阻拦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 更可怕的是民间热度极高 你看看网络就行 先不说这些了 做好一切准备 我要去忙这件事情了 虽说从电话里没有听出来 但是独眼男还是听出 徐老爷子心态有些炸裂 已经将这件事彻底放在心上 很棘手 处理不好很容易出事的